黑色搭配深綠 灰色圖像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 仍陳時中最新競選主視覺出爐 粉絲專業也同步換上新封面跟大頭照 陳時中難掩興奮之情 因為一旁戴著黑框眼鏡 黑色襯衫的人 正是他的兒子 主視覺設計更是由他親自操刀 覺得非常的窩心 那事實上在作證 因為我沒有去問燕安 要不要幫我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總覺得好像當爸爸去問 就還有點有一些壓迫感 看公司這邊的邀請的時候 我覺得是當仁不讓 台爺父親要選台北市長 坐而指的要並肩作戰 畢竟政治人物遭別陣營攻擊 在所難免 日前陳時中就因為有網友眼間發現 泡麵吃完筷子放衛生紙上 怎麼可能沒有湯汁 IP也很大 碗筷是餐具不是道具 還好其實沒有看到一個紅酒杯在桌上 讓大家去評價吧 我們每天都很認真 黃晨晨 蔣萬安不願兒童出席 北投歌道去體驗活動 蔣萬安把矛頭指向陳時中 他也不甘事若回擊 後來就比較時間比較短 那就泡麵也很好吃 我忘了用什麼叉子或湯汁吃的 反正拿到什麼就用什麼吃 強調選舉雖然競爭 但惡意攻擊大可不必 吃泡麵到底是不是在作秀 恐怕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華視新聞聯繫於攀監人章 正直接泰報道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